我没死 小龙 爸 小龙 你把衣服穿上跟我走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见谁 叶大师 真的 是 你不是一天到晚缠着我 让我给你引荐大师 教你学武术吗 你少不过临走的时候 见过叶大师了 但是叶大师是不会轻易收头地的 我不怕这个 只要你让我学武术 我怎么样都可以 你现在就要从脚下练起 快点 快点跟上 跟上 快点 爸 快点 快点 跑不动了 小龙 要坚持 我真的跑不动了 难道你不想见叶大师了吗 我想 好 想见就坚持 跑 好 不容易 寻找 那 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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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爸 我不想放弃 小龙 你没有放弃 好样的 自己站起来 叶大师 我把我儿子带来了 按照您的意思 我让他从京市百公园 徒步跑到这儿来的 这孩子他坚持下来了 能一口气 从京市百公园 跑到这儿的人可不多 您收徒的第一关算是过了吧 我见过你的儿子 你见过我儿子 对 我看过你们父子主演过的电影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见过你儿子和一位电影院的看守打架 那时他才七八岁吧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居然敢跟一个榜大妖元的大人打架 够顽劣吧 叶大师 我知道 您收徒弟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德行 我儿子虽然他顽劣 但是这孩子 不但顽劣 恐怕还有点小名声吧 我知道他为什么想学武术 好了 进门吧 他能从京市百公园一口气跑到我这儿 我总不能拒之门外吧 你们把他扶进去吧 谢谢叶大师 不用扶 我自己来 叶大师啊 我这个儿子啊 这别的事不往心里去 一心惦记了习武 他小时候就喜欢大家盗殴 惹是生非